铁道格斗界的左腿之王 大家都会想到战警米尔科 小铁如尼的左腿腰刀 是他制霸擂台的看家武器 观众喜欢看他比赛的原因 也非常的简单 就是喜欢看他腿起刀落 然后对手轰然倒地 但如果你认为战警米尔科 就只会这种腿法 那就大错特错 今天带你看一场 战警如何用低扫踢 让对手彻底失去战斗 时间回到1999年 那个激情四射 狠人横行的蛮荒时代 话说这一年战警只有25岁 不仅武力能打 言之也是同样在线 立体五官犹如刀客 眉宇之间又带点邪恶 虽然出道只有三年 但是这场比赛 对战警来说却十分重要 这是他入行以来 第一次打进K1半决赛 其实早在1996年 战警又有机会进入半决赛 却被克星胡斯特拦腰斩断 而他此战的对手 叫做山姆格列科 以当年的上帝视角来看 山姆无疑是资历更深 比赛场数也远超战警 出场时的山姆 可谓是自信满满 势在必得 心想就连你的克星胡斯特 都被我打得没攻肾血 你又有什么资格和我斗 所以今天的步伐 那是格外的摇摆 话不多说战斗开始 一开场 战警就扫梯问候 而山姆也用低扫作为回应 或许对位山姆同志 也是借鉴了胡斯特 曾经打败战警的战术 一个接一个的低扫梯 那是老和让属佛珠 没完没了 可战警毕竟是智商型选手 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门道 当山姆再次低扫梯时 战警不退反进 瞬间打出了一波小爆发 而执着的山姆同志 却两耳不闻窗外式 一心只想低扫梯 但是接下来这一腿 险些让战警鸡飞蛋打 山姆低扫战警迎击 但山姆的右腿 却偏离了导航 不偏不已 踢中了战警的二弟 蹲在地上的战警心说 我只想打赢你 可你却要断我子孙 真的是哥可忍 你嫂子不能忍 山姆想来一个拥抱 来化解双方的尴尬 但却被战警一把推开 或许就在此刻 战警逐渐起了杀心 当山姆同志再次扫梯 战警看准时机 瞬间出手 左手拳穿过空档 狠狠地打在山姆内部 这一拳让山姆呲牙咧嘴 就连走起路来 都一拳一拐 战警压根没想过饶恕 而是直接开启了 斩首行动 连续两次的高扫梯 都被山姆同志躲过 可以说是有惊无险 但当战警准备拼拳时 却被体力透支的山姆 利用缠暴化解的危机 裁判说 你俩大老爷们搂搂抱抱 赶紧打完 我还得回家做饭 风尚不成的战警 也改变了进攻轨道 两次快准狠的低扫梯 险些把山姆抽成了陀螺 战警一看 哎 感觉来了 于是乘胜追击 再补一腿 倒地后的山姆 大腿应该是已经惊弯 想要站起来吧 却十分艰难 想要放弃吧 多多少少点跌面 最终咬了咬牙 还是强撑着站了起来 此时的战警就一个目标 打蛇打七寸 挖树先挖根 第二次击倒 第三次击倒 裁判实在看不下去 就开始堵秒 算了算了 我还是回家做饭吧 此时此刻的山姆 疼痛感已经达到了极限 一米巴巴的大汉 躺在地上呲牙咧嘴 就这样战警赢下了这场比赛 也顺利打进了当年的半决赛 在比赛后也可以看出 战警走路也是一拳一拐 其实格斗选手拼的就是毅力 发现对手的漏洞 隐藏自己的弱点 这一战的战警 以奇人之道 还至奇人之身